台湾向前衝,一起拼經濟,我是吳軒怡 要來看到桃園這家蘿蔔糕專門店 不同口味多達9種 有烏魚子、飛卷、南瓜等等 還跳脫傳統框架是把包裝設計成像精品甜點 老闆毛一翔夫妻其實是半路出家 原本在台東看民宿期望過著悠閒生活 沒想到這開民宿什麼都得自己來 又累又賺不到錢 於是他們決定用記憶中阿嬤的蘿蔔糕 這傳統好滋味來創業 用料天然,做工實在 受到不少民間企業、公家機關的青睞 這逢年過節一天要做出兩百條 米香飄散,混合著絲絲蘿蔔清甜味 讓人遠遠就知道 菜桃櫃已經蒸熟了 阿嬤的菜桃櫃,傳統做法 融入各色食材 飛卷、干貝或是烤香腸等等 加上這個紅色的部分 是麻辣蘿蔔糕 阿嬤的菜桃櫃 傳統做法融入各色食材 飛卷、干貝或是烤香腸等等 加上美美包裝 瞬間升華成精品等級的蘿蔔糕 讓小店回購率超高 哈囉,你好 這是要什麼蘿蔔糕 老闆,我想問一下 這個炭烤香腸的蘿蔔糕 我覺得蘿蔔糕是台灣人的主食 蘿蔔糕不應該放在市場的角落 然後讓它醜醜爛爛的 應該可以把它做成像精品 像時尚界的Tiffany這樣子 它們更扎實 然後更有飽滿的感覺 傳統的蘿蔔糕纖維吃起來 比較粗獷一點 它是綿密的口感 而且非常的好入口 我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那再加上說 它其實有多種口味 可以讓我們去做選擇 馬不停蹄 老闆毛逸祥熟練的蕭蘿蔔 和太太一大清早就得上工 早期都是要人工刨絲 就是這樣一條一條 一條一條刨絲這樣子 現在是 蘿蔔刨完也累了 對啊,人刨完也累了這樣子 所以現在都改成機器刨絲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素蘿蔔糕的蘿蔔絲 比重很重 我們假設蘿蔔三米才一 所以蘿蔔的量很大 尋古法製作 其實他們夫妻倆都是半路出家 毛逸祥學的是藝術 太太吳凱真則從事金融業 七八年前 他們在台東經營民宿 原本期望過著半退休的田園生活 一般都市人的想像就是很天真 就是民宿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然後可能就是跟客人聊天 然後就又有收入 然後又可以過著鄉村的生活 可是沒有想到是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的 每天都很累 對,很累,非常累 雖然民宿經營得有聲有色 但台東聘請人手不容易 打掃、備餐、大小事 通通得自己來 加上民宿開銷大 夫妻倆忙得焦頭爛額之際 萌生退役 開始思索其他可能性 我們在民宿的時候 就有試著做蘿蔔糕 那口碑都不錯 一方面也想說 可以把台灣這種傳統手藝傳承下去 香菇、蝦米和油蔥 都是吳凱禎記憶中那阿嬤蘿蔔糕的滋味 他們決定用阿嬤的秘方打造名品古早味 新色香菇加上新鮮豬肉 下鍋爆炒 逼出陣陣香氣 最主要就是在它的油蔥酥 還有那個醬香味 對 那我又加了一點點那個五香粉 就是標準的古早味的基底 如果聞到這種味道 應該就會想到阿嬤的味道 以前都是這樣子嗎 對…小時候就是都 聞到這種味道就知道 吹粿了 另一鍋則是干貝和蝦米的鮮味組合 吳凱禎追求完美 不僅用料實在 用油也很講究 一般大部分都是用那個大豆沙拉油 那我們有發現大豆沙拉油 它加高溫之後 會有一個怪怪的味道 所以我本身就不喜歡 然後古早味一般 基本上都是會用豬油 可是豬油 有些人可能心血管的問題 比較不喜歡吃豬油 那我們就找到了這個芥花油 這一頭炒料 另一頭就得趕緊磨米漿 其實現在房間有很多那種玉拌粉 再來米粉已經是粉狀的 它很快 它直接只要加入水拌角 加入蘿蔔絲 只要蒸吹了大概30分鐘40分鐘 只有蘿蔔糕就好了 那我們用米的部分的話比較麻煩 第一個就是要先把它米浸泡 四個小時以上 然後再磨成米漿 蘿白米漿秘密而出 是夫妻倆的堅持 為了製作蘿蔔糕 毛一翔對米可是足足功課 百分百純米製作 才能符合他的要求 蘿蔔糕用粉做的 它容易形成胃脹氣 但是我們這個是直煉澱粉型的 它是不容易形成胃脹氣的 因為純米做才不會形成胃脹氣 那也沒有什麼過多的修飾澱粉 我們都知道修飾澱粉 對人體不太好 那用米做的東西最好的 更辛苦的活兒還在後頭 磨好的米漿倒入竹滾的蘿蔔絲中 得從大火拌到小火 從液體狀態拌到粘稠 雙手一刻不停歇 要攪拌到一個半固體的狀況 那攪拌的這是蘿蔔糕很關鍵的功夫 第一個是如果你攪拌的不夠粘稠度 它做起來蘿蔔糕不會很好吃 但是如果攪拌得太過頭了 又快燒焦了 它又有燒焦味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攪拌是一個很繁複的工作 你這有什麼用力 我今天這個棍子已經攪到斷過一隻了 這棍子攪到會斷掉 你看 繁瑣工序看出真功夫 也見到創業者的辛苦 先前他們開民宿幾乎花光原本退休金 北上再次創業 房屋租金 購買設備等等 處處都得精打細算 自己能做的就先自己來 一開始在新北淡水開店 卻碰上新冠疫情攪局 根本入不敷出 我們說創業卻惶恐地方是什麼 就是資金不足 資金不足就是一個創業者 每個人都遇到一個問題 忙做蘿蔔糕的同時 還得到處尋覓資金 最後他們貸款兩百萬 在國門之都桃園找到落腳處 純米蘿蔔糕歷經兩小時的吹蒸 蘿蔔和米完美融合成 紮實綿密的口感 猶如夫妻倆實實在在 攜手打拼 就連協助包裝製作的工廠 老闆都看在眼裡 老闆就是很實在 所以說我就盡我們的能力 來跟他一個建議 包裝真的很重要 何況它這是一個 那麼好吃的東西 為什麼不要把它襯托 它更高檔出來 西方國家的西點麵包 可以變那麼漂亮 變成那麼什麼 顏色那麼豐富那麼亮麗 然後我覺得台灣米食那麼的 工序那麼繁雜 它也可以像歐美的 西點蛋糕店 甜品店一樣那麼的多彩多姿 無論店面妝 黃或包裝 都是用太太最喜歡的 Tiffany色系 活潑又不失高雅 產品口味也推陳初心 將傳統美食菜桃粿 玩出新創意 拼出不返成績 一個團購主 他在找我的時候 他就說 他曾經吃過最好的粿 我算第二名 那我就好奇 那你的第一名 你的蘿蔔包是誰呢 他說是阿嬤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用很堅持 百分之百的 全米製作的蘿蔔糕 應該讓大家都吃得到 這個過年 你吃了多少應景零嘴呢 廣告回來又來看看 這一間專做中式茶點 還有軟糖